但是在今天的世界里 中国的国力已经飞昔底 现在的中国完全有能力 依靠自己的力量 维护国家主权 捍卫国家尊严 918那个时候 中国是积弱积贫 任人宰割 割个列强 一人操着一把刀 看看怎么样从中国身上割肉 那么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的中国 高速的发展 经济上呢 现在已经成为 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二 今天的中国 已经不是任何人 可以随便欺凌 或者任意宰割的了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区别 但是非常值得警醒的是 怎么样在危机背景下 防止极端势力的 成渣泛起 这是最值得深思的 81年过去 918留给我们的不仅是耻辱和痛苦 还有警醒和奋进 918不但让我们回望历史 更让我们正视今天 今天的中国 早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 没有实力 让过去的中国 受辱挨打 拥有实力 让今天的中国 挺直了脊梁 在这个918 钓鱼岛带给了中国人 更多的历史和现实的思考